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2號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怎麼挑選蝴蝶蘭的花梗 把它拿來插枝 然後呢 讓它順利長出高芽 那在介紹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 蝴蝶蘭呢 它的花梗 嗯 覺得以色列 那花梗呢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呢 盡量挑選 呃 花 開到現在1 2 像以色列之外 是1 2 3 3朵花 那如果在蝴蝶蘭剩下2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還在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然後擦枝 然後把花剪掉 然後擦枝 水擦 呃 不是水擦 擦在濕的水苔 或濕的木屑 根據我們的測試 OK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時間的問題 我發現說 大概 我們以最高溫來講 一天的最高溫如果是在25度以下的話 因為25度以下呢 它是比較適合蘭花開花 它是開花的溫度 因為蘭花開花的溫度大概在20度上下 所以你最高溫在25度的時候 最低溫大概可能在10幾度 所以它溫度大概在20度上下 20度上下的時候 它很容易 很容易就算我們水擦 擦枝的話呢 它的側芽呢 很容易長出花苞 根據我的經驗啦 因為我之前從11月一直擦擦擦擦擦 擦了一皮下來 就發現說 因為在低溫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擦下去 它抽起來的芽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花芽 那現在呢 因為我們到3月以後呢 那個溫度都在30度 我講最高溫 30度以上 30度以上呢 溫度比較高嘛 它就比較不容易抽花芽 那不容易抽花芽的情況呢 它就變成了 相反的就變成很容易抽出高芽 長出高芽出來 那這一拼 我發現說3月以後呢 如果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講 去擦呢 就很容易種高芽 那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汁 花 花梗的挑選呢 就是說 我們剩下2朵花在開的時候 或3朵花的時候 我們就要馬上剪下來了 我們不能等到花朵全泄的時候再剪 因為花朵全泄在剪的話 有可能它會全部這樣咕咕咕咕 鋪下來 然後就完全不會開花 也不會長高芽 所以我們要在它還沒有卸之前呢 就要剪 剪了之後 花頭把它剪掉呢 再去擦 那我們再將距離 拉距離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以眼前這一朵花為例子呢 給大家看一下呢 它這有兩個側 一個側花梗 一個主花梗 主花梗這邊呢 剩下2朵花 側花梗也剩2朵花 那我們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示範剪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就可以剪了 我們不能等它花細的再剪 這個時候就要剪 我們把花剪掉 我們不要花 剪掉之後呢 為了避免這個頭部呢 它繼續戳花包 我們也剪掉 那當然啊 你如果要把這個開過花的這一段剪掉呢 這開過花的這邊 前面這一段剪掉也可以 那我們不剪掉的原因是為了保持養分 讓它養分呢 到時候它會回 那這一段的養分呢 它會回抽 抽給那個高牙使用 那接下來把這個枝條剪掉 那我們這個情況呢 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 你就拿去擦在 看看濕木屑 或者把它擦在 濕的木屑上 或者濕的水苔上就可以了 然後擦在這邊保濕 然後呢 它就會有機會 有機會 我們講機會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機會從這些芽點呢 這些沒有開花的芽點呢 就會有機會長出高牙 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剪成好幾段 分段呢 擦也可以 那這一株呢 我試試看說 我不要分段 我就整株擦 這是我自己要做實驗的 那我分段擦呢 我試過呢 你分段擦呢 它可能每一段它都有可能 你分一節 那每一節都有可能長出高牙 那我只是要做實驗呢 整株擦下去看看 那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那個成果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箱子呢 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原本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這樣就要將距離大家近一點 各位 我們眼前看到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高牙 這個擦肢呢 這個擦肢呢 給大家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擦肢長出來的情況 那這邊呢 這一隻呢 也長出了一個高牙 那後面這一隻呢 這一隻呢 有一個牙點呢 已經開始爆出來了 不曉得它會不會是高牙 還不知道 不過根據經驗 高牙的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因為現在溫度很高 所以它抽高牙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 想嘗試呢 如果你如果有枝條要剪下來的話 可以嘗試 像這樣子 這個是濕木屑啦 那這個育苗盤呢 底下呢 我有放一些水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這樣嘗試去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